中美第一階段经贸协议文本 达成一致 美方将旅行分阶段 取消对华产品 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 福建 厦门发生路面塌陷 至水管破裂 途经现场的两辆轿车陷入其中 塌陷面积约500平方米 暂无人员伤亡 鼓励中小学放春秋假 提倡岗位设A必角 九部门发文 加大力度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十一年间国家数次鼓励 带薪休假 为何难落实处 美国一家庭智能摄像头 遭黑客入侵 陌生人竟向孩子喊话 智能设备被黑 直接威胁用户隐私安全 风险如何防范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 欢迎收看第一时间 大家早上好 我是张静 各位早上好 我是战东 今天是2019年12月14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在国务院新闻办 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 谈判副代表王寿文 发布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的声明 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 共同努力 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 已就中美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协议文本包括 序言 知识产权 技术转让 食品和农产品 金融服务 汇率和透明度 扩大贸易 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 最终条款九个账截 同时 双方达成一致 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 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 实现加征关税 由升到降的转变 中方认为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处理两国经贸关系 必须从大局出发 达成经贸协议 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将在经贸 投资 金融市场等方面 产生积极效应 本协议总体上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以及自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协议相关内容的落实 将有助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改善营商环境 扩大市场准入 更好维护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 各类企业在华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保护中方企业 在对美经贸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 中方企业按照世贸组织规则 和市场化 商业化原则 增加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口优质 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有助于顺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本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加强经贸领域的合作 有效管控和解决经贸领域的分歧 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 本协议有利于增强全球市场信心 稳定市场预期 为正常的经贸和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环境 双方约定 下一步双方将各自尽快完成法律审核 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 并就正式签署协议的具体安排进行协商 协议签署后 希望双方能够遵守协议约定 努力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相关内容 多做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 和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事情 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生的进展情况 回答了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是中美双方扩大贸易合作 对中美两国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是否会影响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 谢谢 近期中美两国就扩大贸易合作问题 进行了深入沟通 双方都认识到 扩大中美贸易合作 有利于两国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 中美贸易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源于中美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 而从两国超大规模经济和市场看 中美贸易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 中国欢迎优质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和服务 进入中国市场 首先要看到扩大中美贸易合作 有利于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能源 制成品 农产品 医疗 金融等领域 扩大自美高品质产品和服务进口 能给中国消费者带来购买更便利 价格更实惠 种类更丰富的体验 还要看到扩大中美贸易合作 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扩大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 在满足国内企业生产需要的同时 有利于中国企业在更高水平上进行更有效的投资 扩大自美服务进口也有助于国内服务业企业提升竞争力 进一步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出口市场 扩大中美贸易合作对美国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 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棉花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通过页岩油气革命 美国的石油天然气产量大幅提高 也需要开拓国际能源市场 增加能源产品出口 扩大中美能源领域的合作 也是美国的现实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 扩大贸易合作 必须基于市场原则和WTO规则 美方需要保障供给能力 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 满足中国相关监管要求 中美两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的市场空间在这里 只要美国的产品和服务 市销对路能够满足中国老百姓的需求 扩大自美进口 也是我们乐意看到的 同时中国国内市场 庞大 对自由价廉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不断增加 中国欢迎各国企业 在中国市场上平等竞争 扩大中美贸易合作 不会影响其他贸易伙伴的利益 在国庆办13号举行的 中美经贸磋商有关进展情况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是否包括美国答应 取消50%的现有关税 那中方对此 也是否会取消50%的对美关税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给出了回应 取消关税 是中方在经贸磋商当中的 这个核心关切 双方就此问题 现在达成了一致 随着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美方已经承诺 会取消部分对华的 拟加征和已加征的关税 并且会加大 中国苏美产品关税 这个豁免的这个力度 那么来推动 这个加征关税的趋势 从一个上升的趋势 转向一个下降的趋势 这一点也是 是个承诺 是肯定的 那么据我了解 今天美方也在举行新闻发布会 那么估计美方会宣布相关的信息 至于中方的关税的情况是这样的 美方现在已经是承诺了 取消部分对华产品的加征关税 同时会加大对中国苏美产品 这个关税豁免的力度 刚才美方的承诺 我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切实地履行这个承诺 那么同时呢 中方也将相应的考虑 不实施原计划 这个在12月15号 这个生效的 你对美方的进口产品的 加征关税的措施 所以这个是 这个关于关税部分的 双方在第一阶段协议里面 达成的一些共识 此外 有记者问 中国明年是否会自美国 进口500亿美元的农产品的问题 就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宁吉哲回应说 毫无疑问 中国将增加采购 优质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美国农产品 但目前啊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 正在履行审核程序 刚才王部长说了 所以涉及协议具体内容和数据的 今后再发布 在中美经贸磋商有关进展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 这次中美协议签署后 中国自美进口的农产品将大幅增加 会不会对国内产业带来冲击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 这些产品的进口不会对我们的国内农业产生冲击 这次中美双方啊 这个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 将是一个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的协议 其中呢 这个食品和农产品贸易章节呢 集中体现了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关注 那么这个协议的实施啊 首先呢 是将有利于啊 这个扩大中国的农产品啊 对美国的出口啊 因为中国呢 这个每年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量啊 也是很大的啊 那么在这个谈判过程中啊 中方始终坚持自身的合理诉求 经过反复磋商呢 美方近期先后公布了 允许中国这个自产的输制禽肉 粘鱼产品输美的最终规则 那么中国成为这个 继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登国之后啊 有资格向美国出口 自产原料输制禽肉的国家 那么也是目前呢 全世界有资格向美国出口粘鱼的 三个国家之一 此外呢 美方还同意啊 这个公布 中国的香梨 柑橘 鲜枣 这个输美监管的通报程序 允许啊 这些产品呢 这个 向美国出口 那么并在协议中呢 就尽快解除啊 中国输美 水产品自动扣流 等呢 做出了积极的承诺 那么这其中有些问题呢 已经谈了十多年了啊 那么这次呢 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那么这些成果呢 将会对 那么我们相关产品的输美 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助于我国农业行业 扩大对美国的出口 为我国农民和产业界呢 争取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其次呢 毫无疑问 那么实施这个协议啊 这个 我们从美国的进口的农产品啊 也会大幅度的 这个增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呢 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规模 持续的扩大 这个2018年呢 我们整个农产品的贸易额呢 这个达到了 2168.1亿美元 其中我们进口啊 2018年呢 是1370亿美元 我们这个18年 一年就增长了125亿美元 那么进口啊 占到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 十分之一 中国呢 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农产品进口国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 这个是强劲的 这个进口啊 会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中美啊 同位于农业大国 两国农业的互补性啊 是非常强的 可以说呢 中美是这个天然的 农业的合作伙伴 具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 那么在这个经贸摩擦之前的 正常的年份呢 中国资美农产品进口 一致稳定在一个很高的规模上 比如说2015到2017年 每年中国从美国要进口 平均是242亿美元的农产品 那么受加征关税的影响呢 2018年啊 中国资美的农产品进口啊 减少到了162.3亿美元 同比呢下降了32.7% 那么今年一致10月份呢 中国资美的农产品进口啊 达到了104亿美元 那同比呢下降了30.8% 那么这个协议的达成啊 这个和实施啊 将会解决两国呢 在农产品和食品贸易方面 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啊 将会消除呢很多分歧 也会为解决两国长期的关切 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么这个协议实施以后啊 我们大幅度增加 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 毫无疑问 有利于添补我们国内农产品的供求缺口 比如说大豆 我们现在一年进口的大豆啊 在9000万吨左右 85%左右是要靠进口 那么今后这个从美国进口的 扩大进口的一些农产品呢 还是我们当前稳定国内市场 急需的产品 比如猪肉啊 还有禽肉啊 我们最近已经宣布呢 解除了对美国禽肉 熟花的禁令啊 毫无疑问呢 这些产品的进口啊 不会对我们的国内农业呢 产生冲击 那么协议这个实施以后呢 我们会从美国进口一部分小麦 玉米 也包括大米 实际上 这些年一来呢 我们每年都从美国进口一些小麦和玉米 但是数量呢 将严格控制在这个关税配额范围之内 这个数量呢 是很有限的 那么中国国际市场 进口小麦 玉米和大米啊 主要还是湿度调节锅内的鱼缺 总之呢 我们会坚守啊 这个谷物 基本自己啊 口粮绝对安全 把饭碗呢 牢牢的端在自己手里 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要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那么中美这个协议农业章节呢 充分地贯彻了两国元首 在阿根廷和大阪的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 体现了平等互利 合作共赢的原则 那么协议的实施啊 将进一步深化中美的农业合作 强化农业呢 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支柱作用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提问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 达成了哪些共识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王寿文对此进行了回答 中美双方呢 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啊 进行了这个深入的讨论 达成的共识呢 涉及到几个方面 包括这个商业秘密的保护 包括与药品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张力期有效期的延长 这个有关地理标志 还有打击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一些盗版和假冒问题 另外呢 对这个盗版和假冒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要予以打击 还有打击商标的恶意注册 另外三方呢 也同意要加强知识产权 司法的执行和程序 那么我想强调的是呢 就三方相向而行 就这些领域达成的这个共识 是符合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 这个改革的方向的 它是有利于保护创新 有利于外国更多的知识产权进入中国 是符合我们国家 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的需求的 实际上呢 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 一直是高度的重视的 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 也在不断地提高 这是我们改革的需要 也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 前不久在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这个开幕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呢 在他的这个演讲中 就明确指出 中国将营造 增重价值的 知识价值的环境 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体系 大力强化相关执法 增强知识产权民事 和刑事司法保护的力度 大家也知道 这个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来 要建立知识产权 清钱惩罚性的赔偿制度 加强企业的商业秘密的保护 那么下一步呢 中方将继续按照既定的步伐和节奏 稳步改革完善 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 不断强化 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 而也呢 与此同时落实 三方达成的这方面的共识 谢谢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文明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来继续看新闻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主办的2019央视才讲 财经论坛在北京展开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2019央视财经论坛 12月13号在北京举行 与会部委领导 经济学家 企业家等 围绕赋能高质量发展 这一论坛主题 其中就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20年 中国经济形势前瞻分析等议题 广泛交流研讨 举办2019央视财经论坛 是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具体举措 总台将坚持守正创新 深入解读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理念 深度挖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实践 生动呈现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智慧的中国方案 一年一度的央视财经论坛 已经称为财经领域 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品牌论坛 2019央视财经论坛 由赋能高质量发展主旨论坛 打造全球竞争力 赋能城市营商环境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四个论坛构成 不久前世界银行发布的 2020营商环境报告当中 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 是相比于去年上升了15位 升至第31位 同时中国也是连续两年 跻身全球经济体营商环境 改善最大的前10名 在昨天举办的 2019央视财经论坛上 赋能城市营商环境建设 也成为会嘉宾讨论的 热议主题之一 那现场都讨论了哪些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海尔集团董事长周云杰表示 海尔生物今年能够 顺利在科创板上市 有来于当地政府 给予了许多政策层面 与业务层面的培训指导 而近几年营商环境改善 减税降费方面的变化 也尤其突出 但从增资税方面来讲 对海尔来讲的话 可以就减少这个 先进流的支出十几个亿 将来的营商环境 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 就好比空气一样 你平常感觉不到 它的存在 但是你又离不开它 一门式一网式的政务改革 也是近几年一些政府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 在广东佛山 企业从注册登记到客工章 到领增值税发票 只需要0.55个工作日 另外2016年以来 为实体企业减税降费金额 也累计超过1500亿 在金融环境方面 与会嘉宾认为 近几年来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 已经逐渐显现 但对于小微企业来说 仍旧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此外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 错配问题 在部分地区也十分显著 我们现在佛山市 有三家农商银行 这三家农商银行 这个稀疏的存款 占到我们全市的存款的 接近40% 但是这三家农商银行 服务对象主要是在三农领域 但是农业在整个三次产业中的 占别不到2% 我们城镇化程度 已经超过93% 所以就是这些农商行的 大量的金融资源找不到出路 同时我们大量的制造业企业 又需要金融资源 这就产生了一个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 错配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深化金融的供给 设计和性改革 解决好错配的问题 12月13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纪录片 《大国重器之动力澎湃》 在北京重磅启动 《大国重器》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制作的一档工业纪录片 如今已经是第三季了 那么这次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来看报道 据了解 今年《大国重器》纪录片的主题是 动力澎湃 全篇共分为六集 每集五十分钟 分别从燃区动力 电区动力 传动系统 基础动力 绿色动力 智慧动力 六个维度入手 聚焦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从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的视角 深度观察 支撑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讲述重大工程背后的强悍装备 超强动力等制造故事 装备制的心脏就是动力系统 没有可靠的动力系统 谈不上装备的发展 动力系统的智能化 这个选题是符合当前 世界各国发展的潮流 据了解大国重器之动力澎湃拍摄 将用电影创作的手法 拍摄工业纪录片 用极致的镜头之美 呈现极致的工业之美 为观众呈现工业制造迷人的场景 立体呈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 中国制造的创新实践 如何为中国和世界经济 注入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 大国重器 我想首先第一点是 不是体积大 也不是重量重 而是高技术的含量 和高端的产品质量 高端的性能 高端的品牌 我们会关注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 我们不仅仅是关注主机厂 关注零部件 我们是关注整个 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升级和安全 因为这对于我们大国来讲极其重要 我们有了高阵量的发展 我们才能在竞争当中 再也不外之地 我们再来追踪12号晚上 厦门地铁旅错路口一工地 发生了路面塌陷事故 12号晚上21点52分左右 厦门地铁2号线旅错路口配套的 物业开发地块施工现场 发生了约500平米塌陷 水管破裂 途经现场的两部轿车滑入 车上人员自行安全撤出 经厦门市消防部门反复排查 塌陷现场未发现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 公安 消防 市政 建设和市地铁办 轨道集团等部门和单位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积极组织疏散 抢修和勘察等工作 交警迅速疏导周边交通 现场交通秩序正常 更多情况我们来看 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首先它是厦门两条 主要干道的一个交汇处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十字路口 另外就在这个区域的地下 也是厦门市地铁1号线 跟2号线的一个交汇处 事件发生的时候 直接导致在我们身后 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的 一条东西走向的一处的路段 已经是处于一个分闭状态了 那当时随着这个路面塌陷 还有三辆的轿车 是被卷入到塌陷中 其中两辆是陷入到塌陷地以下 另外还有一辆车 是悬空在塌陷地的边缘 那除此之外 还有水管破裂 那通过当时网友拍摄视频 是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路段 是有大量的水涌到路面上来 此次塌陷的这个区域呢 并不是在地铁线路上 而是厦门地铁2号线 配套的这个物业的开发的一个区域 随着这个紧急救援的这个展开 被困的车辆是很快被救出 那另外由于厦门地铁2号线 目前还没有开始运营 因此当时是 没有什么人员在这个塌陷区域下活动 那也经过了消防部门的这个反复确认 目前没有发现 有人员被困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 经过这个专家到现场的实地查看 目前来讲 这次的这个塌陷是没有对周边的建筑 造成明显的影响 但是随着塌陷的发生 厦门的这个交通 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 特别是厦门地铁1号线 包括厦门地铁1号线旅车站 站点在内的5个站点 出现了一个停运的一个情况 那随着这个厦门地铁的这个工作人员 彻夜的这个墙线 包括清理地铁站内部的这个运泥 目前厦门地铁1号线 已经是恢复了正常运营 目前现在停运的这5个站点 现在已经打开了 现在厦门是已经是调集了 大量的这个调集 包括勾机 还有一些水泥搅拌车等重型的设备 目前正在对这样一个路段进行抢修 那至于说塌陷的这个原因 目前也还在做进一步调查中 事实上在厦门地铁路面出现塌陷之前 12月1号广州地铁 11号线沙河站施工区域 也发生了严重的地面塌陷 导致三人被困 这两年多城市都出现过 在修建地铁时出现塌陷的事故 让人惶恐 是设计不当问题 还是修建质量问题 是地质结构问题 还是其他道路养护问题 无论是什么 问题不能被忽视 责任人要问责 毕竟城市的交通建设 需要地铁的存在 而民众更需要踏实的出行 欢迎话题 今日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 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 意见指出 要加大力度落实职工代薪休假制度 推动错峰出行 意见指出 要加快推动落实代薪休假 用人单位对旅行落实 代薪年休假制度负主体责任 工会组织对维护本单位职工 代薪休假权益负主要责任 将代薪年休假落实情况 纳入职工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审议事项 定期向本单位职工进行报告和说明 组织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 对用人单位落实职工代薪年休假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此外 要完善代薪休假相关制度建设 鼓励进行错峰旅游 引导鼓励职工和其所在单位 更加灵活地安排代薪休假 鼓励用人单位在年初 结合工作需要和职工休假意愿 统筹安排当年休假 对每一位职工来说 代薪休假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的权利 对此 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能享受到这项权利吗 从我们单位来说 然后就是比较灵活 然后你过年休也可以 过完年休也可以 对 然后领导对这一块 没有特别的强制性的要求 挺好的 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讲 还落实是挺好的 我们公司都能正常休年假 但是对不少上班族来说 今天带薪休假 仍然只是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制度 我有的朋友 大学同学就比较差一点 他们在有的公司可能新一点 创业阶段就比较忙吧 然后就可能不太能休少年假 有些领导年轻的人讲 就是说再老的同事 就再老公邻再长一点 他们都不休 然后年轻的话不好意思休 九部门发文 除了要大力地落实 职工代薪休假制度之外 还提出了要推动制定出台 中小学春秋假办法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实施意见还强调 要优先考虑子女上学职工 在寒暑假休假 同时提到各地可以给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 这样家里有娃的父母们也因此会增加更多的休假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 这份意见还特别强调 要加强用人单位休假配套制度建设 积极推行岗位AB决制度 不断完善职工休假保障制度 做到工作不断 秩序不乱 但事实上从现实情况看 对于岗位AB决制度 能否在用人单位落实 难度不小 因为AB岗不仅仅是说它休假的问题 现在人员流动实际上也是比较频繁的 AB岗之后对客户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我觉得AB岗休不休假都应该有 我觉得AB岗的这个 然后活动应该是公司比较容易执行 然后它可以通过多雇佣员工 然后活动来实现这个 我觉得可能给孩子安排好落地 AB班听起来就不太现实 因为比如有的工作你没办法 就简单的评分给两个人做 只能一个人做一个 如果少的时候另一个人就没事做 除了推动带薪休假制度 意见还从完善交通出行 到提升景区管理 再到优化出游体验等 都做出了明确的改善建议 从法律层面 我国的职工代薪年休假条例 是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 条例明确规定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 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 就可以享受代薪年休假 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 只供在年休假期间 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 相同的工资收入 但回头看 这一条例的落地并不是太顺利 据统计 目前我国的代薪休假 真正能够落实的不到30% 由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还比较低 要在全国短期内普及 代薪假期还只是一种奢望 很多企业目前还难以承受 代薪休假后劳动成本增加 所带来的劳动负担 另一方面 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也还不健全 在2万多个县级以上 旅游景区景点中 能够让百姓 真正休闲度假的景区 不足10% 远远不能应付 代薪休假制度 落实后的庞大要求 到了2013年 国务院发布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其中明确提出了 到2020年 我国的职工代薪年休假制度 要基本得到落实 2014年 国务院又发布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 再次将代薪年休假制度 落实情况 纳入各地政府的 一时日程 代薪休假制度 虽然在 劳动法 职工代薪年休假条例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中 都做了要求 但是长期落实不够到位 这次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要强化全社会 依法休假的理念 将职工代薪年休假制度的 落实情况 纳入各地政府的 一时日程 鼓励职工结合 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 分段灵活安排 代薪年休假 代薪休假 本是职工的一项 基本权利 事实上 在1995年开始施行的 劳动法中 也有明文规定 2008年的职工代薪年休假条例 则是更具体地规定了 代薪年休假的操作程序 然而 这样一项既可以提升职工福利 又能够拉动市场消费的制度 时至今日 它的执行情况 仍然谈不上乐观 2015年 人设部的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平均代薪休假落实率 虽然有提升 但也只有50% 目前在中国 代薪休假落实率 仅有50% 42.4%的职工 不休或未休完 代薪休假的原因 使担心休假影响前途 再加上执法监督力度不足 代薪休假从纸面走进生活 仍存在重重阻碍 2020 马上就要到了 基本落实 代薪休假制度 也到了最后的倒计时 而此次 九部门发布的最新文件 也应该和此目标有关 舆论注意到 文件再次强调工会组织 要对维护本单位职工 代薪休假权益 负主要责任 工会应该来 这个问题 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在以前的 有关规章里头 也规定了 应该说是 它受旁贷的一个责任 但是往往的情况出在 工会无法去 主动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一来的话 他遇到的问题就比较多 是不是 职工都通过工会的反应情况 或者是工会的来协调呢 就要看各种情况了 据我个人了解 不仅在中国 在西方那些国家里头 老子双方协商解决的问题 往往是老方处在被动的地位 谁愿意用自己的饭碗 去换一个休假时间呢 那么如何让带薪休假 落到实处呢 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说 一个重要的方面 是我们这个企业 缺乏这么一种文化 整个社会呢 中文化呢 也不是特别的丰富 全面就是小亨社会 那么带薪休假是不能少的 我觉得呀 可能更多的需要 正向的激励机制 比如说我们在某个地区 比如某某某市 我们应当大张旗鼓的 在媒体上 那么表扬鼓励 或者是奖励 那些呢 能够按照国家规定呢 那么落实好 带薪休假制度的那些企业 那些经营者 那些管理者 通用各种方式 来鼓励我们的企业 特别是我们的小微企业的 经营者 管理者 能够意识到 带薪休假呢 是我们员工的 它的权利 应当尊重 应当这个执行国家规定 那不能说 我为了降低成本 为了避免成本上升 我就让它少休假 或者不休假 那这一次九部位的 这个政策介意 我相信是可以推动 我们带薪休假制 进一步的落地 因为现在这个企业 包括我们很多 这个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 这个经营者 管理者 他们的跟一切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劳动者 也都是现在80后90后 成为主力军 那这些年轻一代 他们对这种 带薪休假这种意识 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群众基础 那么要把这个落地 我觉得可能地方政府 特别是我们 这个工会 人事部门 这个独处监督 还是有必要的 发改委等九部门 发文的目的是 进一步缓解 节假日集中出行 导致的交通拥堵问题 优化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 促进旅游消费 每到年底不少人 都有出行和旅游的计划 那么今年 您有哪些出行和旅游计划 哪些目的地最为热门 我们一起来看一组大数据 数据显示 2020年春运 上海 这个网站 正好 这事 说 这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全国天气的总体概况 今天开始 我国中东部将迎来 先一轮的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将会从西向东 先后出现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加雪 陕西的北部 北京北部 内蒙古中部 辽宁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雪 而暂时没有受到冷空气影响的 淮河以南大部地区 今天天气仍将偏暖 温暖的巅峰将会出现在明后两天 最高气温20度线 将会北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最低气温甚至会达到常年12月中旬 最高气温应有的水平 今天是周六 又到了双休日 那么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连线气象主播管文君 请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文君早上好 早上好 静静 最近华北一带的朋友们对雪的期盼 有一点望眼欲穿的感觉 这天气干燥再加上暖气的烘烤 早上起来这鼻子嗓子都有点不是自己的感觉了 这干就是一个字 好消息是 这个周末 华北西北地区不少地方的小伙伴会喜提雪花 空气会感觉湿润不上 今天随着冷空气的推进 呼和浩特 太原和银川的朋友们会收获雪花 明天北京和石家庄的小伙伴们 这雪花也会陆续的到货 正好是周末 雪人堆起来 想堆一个高颜值的雪人 对雪还是挺有要求的 关键是两点 一是雪量够不够 二是雪有没有粘性 那下多少雪能堆一个像样的雪人呢 答案是至少是大雪的量级 一般来说 大雪降雪量是5到10毫米 换算成积雪大概能有5厘米或者是更厚一些 那除了地表温度影响降雪 转为积雪效率的因素 还有雪的干湿度 也就是雪的粘性 说通俗一点就是雪含水量的多少 也就是平时咱们说的干雪和湿雪之分 只有湿雪才能堆一个漂亮的雪人 不过那事情这往往都有两个方面 下雪可以堆雪人 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会给交通出行造成一些影响 下雪天路面湿滑 咱们尽量少出门 出门的话 最好坐公交车或者是地铁 如果需要开车的话 一定要放慢车速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 避免急刹车 出门的话 记得穿保暖又防滑的鞋 走路时不要只注意脚下 也要多留意周围的交通状况 虽然是老生常谈 不过还是要顺述一遍 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北方小伙伴和雪花亲密接触的同时 南方的朋友 这个周末却可以享受难得的温暖 真的是由衷的感慨 咱们伟大祖国的扶原辽阔 有没有冷空气的影响 今两天江南华南等地 气温将会持续的回升 今天江南和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 普遍都会在20度以上 明天温暖继续 江南一些地方气温 甚至会比长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 而且这两天江南华南都会有阳光相伴 伴随着温暖的阳光 又是一个可以尽情撒花 姑娘们可以小裙子穿起来 每每大周末 来看几个大城市 长沙 南昌 杭州和上海 在后天最暖和的时候 气温都能够达到或者是超过20度 江南华南的小伙伴可得好好珍惜 这个温暖的周末 因为16号开始 一股冷空气会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气温会从北到南逐渐地走低 尤其是南方不少地方 前期升得越猛 这后期降得也越多 江南 江淮一带 很多地方累计降温幅度 甚至会超过10度 像是长沙 最高气温会从23度降到只有6度 而南昌也会从26度降到8度 提醒江南等地的小伙伴们 下周气温变化非常大 大伙要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可以多看看我们节目 及时的天余保暖 今天周六 赵律送上我们的天气早餐 一起来品尝一下美味的水果拼盘 动日为您多多补充 维生素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谢谢文君为我们带来的气象消息 和天气早餐 这里是正在文君直播的第一时间 稍后你还将看到更多精彩内容